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非常欢乐的节目 带着大家一块运动 对 去找一些骑行友好店 出发 出发 我想问一下阿鑫骑自行车最远的时候 骑了五十多公里 骑自行车有没有 你知道啊 为什么 不知道 但是突然间咳了一下是害怕 有没有摔过 没摔过 真假的 好的 千万不要有摔 对 安全是最重要的 等一下的话我们有一个介绍自行车的环节 自行车厂家打钱 这是我最近买的这一台 你之前那台呢 你就这样把它给淘汰了 没淘汰 我打算之前那一台复古单车前面放一个框架 然后就带我的狗出去玩平时 然后这个就是运动晚上跟大家一块的时候用的 是什么型号 我忘了是什么型号 我对这种数字不太敏感 他不记得这个车是多少钱 他也不记得这个车是什么型号的 我的车没货了 好火呀 加沃的威苏特7120碳纤维砂24变速破风把新款亮黑 然后我这个价格是7999 我觉得性价比很高的 因为其实公路车的上前它太没有办法到达一个顶端 这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四十几万都有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然后热爱的 你买了它就直接骑就行了 就要求不是很多 反正我们虽然说买了公路车 但是我们也是公路休闲骑嘛 也不是往专业那个方向走 所以就轻喷 主打的是一个热爱 对主打的是一个热爱 全黑的也很酷对吧 对因为我喜欢全黑色 整体的重量只有8.9公斤 哇好轻啊 对可以拿它健身练功耳投机 晚上骑行我比较多嘛 所以这个就很亮 把前面的路照的也是晚上会亮的尾灯 这就是粉丝做的一个排排 然后这个手机支架 但是这个牌子一般般 我买了新的它还没有到 随便在饿了妈买了一个 这三十几块钱 你要买那种胶的那种可以哭的死死的 而且因为这是破风价嘛 跟那种圆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只能买这种就是软的 自动调节的那种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头盔啦 闪电头盔 就是骑公路车一定要买一个 好一点的比较安全性能的 因为它在关键时候能够保护你的头 闪电打钱 然后还有这个骑行眼镜 戴着能够防 而且它这个镜片 对它镜片可以换 比如说现在太阳很大 就可以换成那种像墨镜一样的 着急出门我忘快回来了 因为这是我晚上骑的时候戴的 张岛开始 现在是张岛的视角 对 是我买了一辆二手的闪电的 它这个车号叫Rockhofer 就是山地的 哦山地车 对 因为我不喜欢骑特别特别快 另外我想要就是稍微减震好一点的 所以说就买了这种山地的 它骑不了 等一下 没事了 无事发生 我没有看过这个颜色的闪电 比较少 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少的 它需要等 因为我当时买也是打算买一台闪电的 但是闪电的那个也要我等 我说那算了等不了一点 等不了一点 花了好像是6000块钱 我印象中 原价应该是大概8000块钱的样子 所以说就我觉得还蛮直的嘛 轮毂比较大嘛 29寸的 配置还是比较好的这种配置 所以说它的价格比较贵 OK 那我们介绍完毕 出发 好 出发 我就经常走路来山姆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吧 安全一些 我感觉你今天穿的有点多 我已经全身开始冒汗了 就这里 这里 我们到了 打个招呼 我忘记问了你的自行车有没有锁 没有锁 我也是没有锁 今天我觉得上面还把车拖在这里 都有人说 说吧 不行 哈哈哈 你要喝什么 肯定是冰美式 哦 出来再到 小哥你们店开多久了 五个月吧 五个月 五个月 是一个很新的店 有的 点手上的人多吗 还行 挺多的 哦 它这个店的感觉我就很好 有社区氛围 没有 所以说我到底不想 就像那个咖啡店 对 好像 在这个一个拐进来的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门卫视 这是我的额巷 你骑到这里不回头看看的话 你是不知道有个咖啡店 就像我刚刚也有骑过头 整个大的位置很好 对面是环球港 你看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环球港吗 就是骑到第一站的开场的时候 我们不是放了个三脚架 路开场嘛 路完开场 然后我们骑到这边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三脚架没了 望那边了 希望晚上回去它还在 我觉得在了 说这个单车丢路边 就算你不说也不说 就是一样 我对上海人民不放心 这是我的山楂冷碎 小调离金贵 它用了西达摩的日晒 大家可以看那个张欣的姿势 就是我平时私下日常 就是这个样子 把这个大哥的气势 一下子给展现的 说了嘛 爱心哥哥 现在叫你爱心哥哥的人少了 确实大家都有点把我往那个 另外一个糕面去 我觉得挺好的呀 这是你一个成长 我进化的过程 我还是喜欢当哥 请叫我哥 我这个喝起来的话 它的梨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但是咖啡的味道很淡 你这个就是山楂的味道 有点梅子 对对对对 你已经没了 我喝东西很快 我的天 慢点哥 该晚了 第一家探店结束 是的 现在要准备前往第二家了 OK Let's go Let's go 新卓入 好谢谢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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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 Let's go 是那个角落 已经爆汗了 这个阿新是唯一一个出了汗还敢上镜的 之前就是这样 就是录那个节目 满身大 这边它这个椅子 接 哇哈哈哈哈 总是会有一些小意外 是什么的运气让我们碰上了 今天是电修就死个死 我经常就是找到一个店 然后就是跟他就是会写电修 可能这个好运气让我碰上 我今天一定要去买彩票 没事我都不敢提关 我老师被抓了他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现在都是绕着安抚路走呀 太恐怖了 这边就是 武汉路 武汉路 我们到这里 哇 哇 咪咪拉头 常给的推荐 我的粉丝都知道 很热爱吃这一大鸡刺 你的VLOG里边 之前有来过这边 我们经常来 哈啰 我觉得这个一边人也吃 好 哎呦 谢谢 好可爱 因为咖啡不是两边 哦对对对 好可爱啊 他就立即马上把它挂在我的那个 单车上 走先挂 小惊喜 好意外的惊喜 耶 今天探完电了之后 后边会 挂了一堆东西 Giletto的MimiLetto 我们现在在9公里了 现在9公里燃上了217大盘 吃完这个冰淇淋之后 等于没起 刚好平衡一下 哇 把这个和这个掺起来吃 很不错 可以是让你录拍摄像机 大家吃 来一个 绷不住了 走了 出发下一站 这个电影你知道吗 这个电影蛮火的 最近 我之前也经常吃这家 这个油肯下公卖 他之前那家店是在新天地那边 然后这边是他新开的 在上边了 啊 他后边还有 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外边的窗口 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这边进的对吧 就是这边 不是啊 我发现你不出汗的 你看我的汗 我打飞盘的时候 他的美式浓缩啊 什么都是15块钱 是吧 对 榨干是什么 好 那你点这个的话我点这个 好吧 有个大红火一个冰肉桂美式 对的 里边就不太好 碰一下 干杯 冰的 肉桂 我很喜欢喝肉桂 我怎么没有尝尝肉桂的味道 难道是要搅拌一下吗 在上面 杯里也有 哦 杯里也有 冰的味道 没有那么明显的吧 有一些但是没那么明显的 哇 它竟然有狗子 这是个比格啊 这是比格吗 我看耳朵有点像 它是身子感觉 好英俊的 太乖了 真的是好乖 我很喜欢大狗 我们家就是小狗 抱起来的感觉不一样 你家的那个小狗 现在打了个喷嚏 他很鸡贼耶 我们家的鸡贼 已经开始吃醋了 超水 到现在骑了12.3公里 是吧 嗯 OK 好的 那等一下如果要到下一站的话 应该能到15左右 差不多 15 16对吧 对 差不多 组于补装 最后一站 出发 下一站 你来开路 还是一直的对吧 对 里面坐满了 你看它这个店好低调对吧 14.1 嗯 这个数据有点差啊我们 太弱了我们两个 叫Coffee by Sideside 餐鱼匙 哦 搬哪只 看帅帅的小哥哥做咖啡也是一种享受啊 上面的这个是黑胡椒吗 啊 酸梅粉 还有撒亮青花椒 哦 酸梅粉 还有撒亮青花椒 还有青花椒 对 一点点 哇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酸梅粉和青花椒混合在一起 对 然后呢把它磨出来 对 有 有点意思啊 好 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陶氏杏桃红虎味的混合奶 加上番茄汁 然后上面刷是一个白氧濃缩 会带一点酸 然后上面撒的话有酸味粉 要撒亮青花椒 然后直接大五喝就行 好的 然后喝到后面剩一两口可以放酒精再喝 嗯 不好意思 真的好喝 很好喝 很平和 哇 简直了 它这个奶 真的是 我觉得蛮特别的 它这个奶 很浓稠 很香甜的感觉 有点 打了铺 嗯 没有 那个也蛮厚厚的 你下次要去试一下 这是苦曼城 它的话是一个香料净制的橙汁 像胡瓜汁 还有少量油干式的一个 皮肤的浓缩 搅拌了成 然后橙汁会丰富一起 然后直接大五喝 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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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今天我安排的咖啡之行还可以了 会找店 我们的这个骑行探店终于完成了 对我们骑了14.1公里 全程用13小时35分27秒 综合了这么多 最好喝的还是刚刚最后的这一家 对 咖啡白赛赛对吧 对我的 古满城 我点的是叫Aden Dirty 对 确实很不错很好喝 强烈推荐一下 虽然说它这个店很小吧 小小的挤挤的 但是很舒服 还蛮舒服的 很生活化的 你在外面喝到一半 可能那个大爷就出来晾衣服了 这样装 今天的骑行探店 结束 结束 拜拜 拜拜